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有条理 苏春做的 这孩子办事靠谱 系统旋转口来俩记者 想采访一下林大夫 不行 念初身体不好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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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初现在大致 我这么看啊 您既然都做到这份上了 何必不做得让任何人无可指责 无可挑剔呢 挑剔 挑剔什么 挑剔我谋私 那个被他们说成我老婆疏忽职守救活的孩子 现在已经尖尖刚刚出院了 对 那是我老婆从零心率零呼吸抢救过来 没了的是我孩子 对 挑剔 我告诉你 在这个医院里头 除了我老婆 谁也没资格挑剔我 我们空手救人了 至少给我带点吃的 还给你带吃的 你在桌上饮了 不是你这还坐着月子呢 你就喝这个 赶快收拾东西跟我回家去 以后这就是我家了 捡了点 但别嫌弃 不是 家什么家呀 你看这窝 一层灰尘 不是你就坐吧 你也忘了死了坐 走走走 调店有限 不能调三调四的 再说这事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 难道让他们过来伺候我坐月子 不是你还来劲啊 姑奶奶 人家林远已经紧敢慢感的回来伺候你了 分不着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是我承认你这事心里不痛快 这事谁敢心里都不痛快 但是你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捉紧你自己啊 要不这样你现在回去打他一顿骂他一顿 让他也不输我怎么样 少白 你还记得吗 当初他刚开始追求我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他 就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大男孩 虽然满肚子的坏水 但总是阳光灿烂 是 我是承认 灵远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但是你别瞎想啊 你们两个是有感情基础的 都老夫老妻了 谁不了解谁啊 我跟你说这事你可做的不对 你怎么敲个声就搬出来了 你说你们俩有什么事不能沟通啊 我们俩是不是真的不合适在一起 我只是想要一个简单的家 一个简单的爱人 可他呢 过了过了啊 你们俩吵吵架就完了 我跟你说啊 你跟我说的这些 你也仅限于跟我叨叨 你可别去跟李远说啊 多上感情啊 原来我一直在想 这回有了孩子了 我就可以把事业放一放 把感情更多地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这样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可结果呢 说白 我的孩子没了 真的很痛 当时的情况虽然非常复杂 但你不用担心 肇事的那几个人已经被拘留了 你现在的这个暂时的失明 只是因为脑子里面有个血块 我们经过会诊过后 都认为这个血块 很大可能是可以自己吸收的 小玉呢 她没事 你要找她吗 这两天 把她调到这儿做管庄大夫吧 这不行 就她那个脾气 如果再这么下去 一定会给我惹更大的祸 别再处理她了 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有责任 在医院 老把自己当政华多在世 这一出去 还拿自己当太孙呢 也行吧 她在你这儿待着 至少也算踏实 那你好好歇着吧 有什么事的话 让他们随时叫我 小玉这件挺好的 而且越来越好 行了 好好歇着吧 好好歇着吧 伟哥 这血块要是不能自己吸收 我现在的情况 也不太适合做手术对吧 我说你这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你现在是个病人 还什么做不做手术的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样子蛮好啊 什么都看不见 我想怎么欺负你都可以 真疼啊 我从平安的感觉 真是早给我偷了 商量个事呗 你说 别告诉我妈 她心脏不好 还有高血压 行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告诉你妈 我可以告诉你爸 千万别 反正你爸这么大个领导 工作这么忙 他肯定没工夫过来 把你打一顿 对不对 我说小瑞瑞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好好地养病 听到没 一切正常 现在胎儿已经入盆了 还有两个星期就要到预产期了 还有两周就生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挺紧张的 今天一下午 站了五个多小时 给客人做头发 然后就觉得肚子有点坠 摸太动吧 好像摸不到 我就害怕了 欣欣啊 也别去旁边做检查的医院了 得来大医院查才放心呢 你还是要多注意休息 别太劳累 不要总站着 没办法 只有这个体力活的手艺 从小 爹死 要嫁人了 十三岁我就没人管 干学徒去了 家里没人照顾我 孩子爹 就在我怀上了 他还不知道的时候 在工地出事了 没了 我当时都想随着他去了 可是发现有了孩子 他对我那么好 我必须坚强努力地活下去 这是他的唯一一点希望 小玩是吧 行了 你别哭了 那你一个人怎么带孩子呀 孩子爹有抚恤金 之前在外面干活也存了些钱 我也有手艺 我的手艺 肯定能把孩子养得好好的 你压着我管子了 我会计划 你吧 我会计划 我的手艺 我会计划 我以后再也不惹事了 也不会报仇 我会好好工作 那几个人都被抓起来了 你还报什么仇啊 我是怕院长给你处分 处分了也是应该的 总是自以为是任性霸道 给别人添乱 这次还把你害成这样 这是个意外 跟你没关系 我还得感谢你 让我找到了那个面 在吃面之前 我已经好几天没睡不觉了 就算不出这事 也得出别的事情 我怎么感觉自己还是在发烧 没事 一会儿就好了 我已经答应问你那面尽快过去 可是小瑞现在受伤了 我想再拖延一段时间 其实我这个人吧 自由散万贯了 我总是 总是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 跟你下不来台 这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再加上你现在在改革 有我这么一号人戳在这儿 你肯定满头大的 这两年你看院长干得不错 我都看在眼里了 可是有的时候你能不能 不要那么不敬任性 好了不说这些了 反正这也不是我该管的事 既然已经答应对方了 那就按时去吧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请继续 温度降了 抗生素起作用了 等一会儿新的检验报告出来 我再逆给你听 怎么样 还疼吗 他 又来电话吗 我不知道 你手机没电了 最好也别让他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你先休息吧 我一会儿再过来 好 您好 听手拨打的电话 对不起 您的订阅是能力的 这个项目 李锐说你也比较熟悉 他现在生病 但项目不能停下来 你现在尽可能简短地 把这个进度跟我介绍一下 是 前天我跟李主任也说过这事了 现在就是要缩短住院时间 又不影响治疗效果的 其实就是这些轻重病的患者 院长 这是我 我重复出来的一个表格 不是根据咱们医院的数据 重复出来的 应该其实 有很多的轻重病患者 如果按照新的管理方式的话 大概能为我们医院 节省出大概百分之二十的床位来 而做膳器呀 蓝颜炎呀 这些手术 我们医院做得也很好 并不比美国的一些医疗中心差 可是 他们能让患者两到三天就出院了 为什么我们不行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之前就讨论过 而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这个轻症组分出来容易 可是谁分进去呢 现在我们医院的各个专业组组长 都有自己单独领域的项目 谁来负责这个呢 对 对 其实他们都很忙 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 这确实需要有一部分人做出个牺牲 其实院长如果真的需要有人做出牺牲的话 我倒是可以试试 你 这是你自己这么想 还是李锐提出来让你管 李主任倒是有一次性提到了这么一句 好 这个我留下 你先去忙吧 回头等李锐好了 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好 好 那你让我先走了 好 李院长 李院长 有事啊 哦 李院长 我是想找你谈谈 我现在有点不舒服 有什么话周一再说吧 其实啊 我已经跟金院长说了 我就是再跟你说一声 小春我都跟你说了 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不要这么快做决定 只是关于这次医保的细则 我想找您探讨一下 你找我就为这事 你以为我要跟你说辞职啊 你以为我要跟你说辞职啊 那行 医保的事 也得上帮来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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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管过多少个私家侦探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总之必须要把许楠给我找出来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你怎么来了 冰箱网线我都给你装好了 洗衣机这两天就会到 到时候你开个门就行了 你现在的身体就需要好好休息 没事别往外跑 这附近这几个餐馆的定餐电话 我已经打听过了 都比较干净 也比较卫生 到时候你轮换人家饰就行了 你别再我也操心了 其实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什么呀 这么多年你到哪儿 不是我替你租好的房子 安排好一切 你管过一次账单 做过一次计划吗 那以后你别惯我了 我自己能活成什么样 就试什么样 你家里的钥匙我没拿 放在床头抽屉里了 我家 我家 那我把你家的钥匙也还给你 从你以后我也不再来打扰你了 还有 这东西能吃吗 饭我给你做好了 祖札 是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我以后有时间 就我亲手给你抱一回 肯定别认好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这次我向你保证 在咱们娃娃出生之前 我一定让你吃上 我亲手抱的魂门 来 爸 小远 晏处的身体怎么样了 没什么事 就是胚胎发育不太好 我会想办法 您就别跟着担心了 你得好好照顾他呀 晏处的身体一直不好 我知道 您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他 那没什么事 我先挂了吧 那行 那行 嗯 我先挂你 我喜欢 其实那个故事不够美好 即使一声都可以听见 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却没有人可以一起分享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标准 韩队长 一旦你变形上了一些都好 对象人不正常 就是你跟我打电话呢 我已经向你做了汇报 就下个两点多路的时候 停下来等不到三段路 我已经调整了卡通的运行 两点多事情为什么现在要告诉你 我不止一次强调 发生任何办法马上告诉我 为什么现在才说 院长 我打电话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 你们乱找卫生领导开会 当时 美医生在手术室 李主任的伤口 当时是开放性的 而且已经受到担务 按照常规 我跟李队做了消毒处理 李主任还冷静地说 他没事 冷静 他那是硬撑着 你不知道吗 是 你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 你走不走脑子 院长 就李主任这点事 在我们中的科 根本就不适合事 而且我亲自出马 为他这点事 行了 你不用跟我说点下 我告诉你 病人跟病人 在我领远心里就是不一样 从来不一样 也永远不一样 你给我记清楚 帮我把检查报告你一下 领导 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是不是伤口疼 我脑子里那个血块 影响了势力 但是没有影响智力 为什么不告诉我实际病情 我到底怎么了 那个 林院长马上过来了 我就算躺着 我也是你领导 你 好 林院长 你 我 祢 你先冷静一下 我是不是腹腔感染了 癌血症 还是病发了蓝萎炎 胆囊炎 还是两者都有 我是不是需要二次手术 我闭嘴 我亲自给你手术 给你管床 你还费什么话 你现在就好好当你的病人 况且你也没有什么选择 就算你想换医生 我也不会同意 小事 那个 林院长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在咱们医院 向来的是独断专行 他选择当你的主治大夫 你就必须听他的话 你要不听他呢 倒霉的就是你 喂 大夫 急诊室来了个病人 请您过去看一下 好的 马上就来 我先过去 有什么事照顾医生 小事 待会儿再来看你 我不是个傻子 你们为什么每个人都不告诉我 我的实际病情 我到底怎么了 如果我脑子里的血块 没有自行吸收 如果真的腹腔再次感染 引起多器官率解 如果一切一切 都向最坏的可能发展 我也求你们一件事行吗 别切开我的器官 就这么一件事 我现在每天躺在这儿 检查 化验 一次一次地给我送单子 你们都不告诉我 我受不了了 到底怎么了 我要在这儿躺多长时间 小瑞 小瑞 你听我说吧 我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很糟 有我亲自为你手术 我想至少你应该安心 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 都不告诉我 我的实际病情 我也是个医生 我自己知道 让自己先冷静下来 我们会渡过这个难关的 相信我 也相信你自己 没问题 刚才我跟邵主任已经说过了 不管有任何问题 第一时间通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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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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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喂 嫂子吗 我是小玉 你终于接电话了 小玉 嫂子 我就在外面 有什么事叫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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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哎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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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鱼 我睡不着 算了 我想 我可能真是个很无趣的人 也许跟他就不适合 可我喜欢他 特别喜欢 第一次见 我记得 当时是下午 阳光很好 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裙子 真的 像天使一样 那天 他捡了一只受伤的小狗 为了治病 他居然要拿自己的小提琴 递给别人借钱 为了说服人家那确实是好钱 他就在街上拉起了春之歌 傻丫头 他错过了本该去的小提琴决赛 错过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奖项 但是他说不后悔 因为小狗都编织好了 而他 也从此有了我 我们就像两个世界里的人 虽说有不同 可待在一起 是那么的舒服 我不会在意 我是不是做错 在他那里 没有对于错 只有喜欢和不喜欢 而我 是他喜欢的人 也许是我太自信了 也许是我太自信了 我都不敢相信 他会和我说 厌倦了和我在一起 可是我 始终都觉得 他给了我一种 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的信心 我都不敢相信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让我觉得 他要的就是我 不管怎样 他都会开开心心的 和他一起 许楠 我帮你去找余大夫 许楠 是你吗 许楠 许楠 飞人要走 飞人要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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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是她的 这个是死的人 都在狴子上 肖子組 不凶 祝你 你不知道 你这么突然一走 她整个人都垮了 几天都不吃不喝 许楠 如果我是你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们 我也会不顾一切地跟她在一起 那她爸妈呢 你爱的是她 还是她爸妈 这次看着她 从鬼门关走了一走 我觉得 除非我死了 否则 没有什么可以将我们俩分开 等会儿 谢谢啊 不客气 哎呀 哎呀 我先走了 好 行 我给我看一下 小姐 我的孩子 求求你们 小姐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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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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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救救我孩子 救救我孩子 好了 这个 好 让一下 小心 来 让一下 让开 让开 就知道了 最好 际